新西兰官员说,新西兰正面临一场环境灾难,一艘搁浅的集装箱船有可能破裂,并向附近海域泄露数百吨重油。 有关官员说,星期三,一艘悬挂着利比里亚旗帜的轮船,在新西兰北岛的陶朗阿附近海域撞上了珊瑚礁,所有25名船员都没有受伤。 朗加号船重达47000吨,装载着1700吨燃油,正威胁着这一片未受过破坏的原始海域。 这里是鲸鱼、海豚、海豹和企鹅的家园。 新西兰交通部长乔伊斯警告丰盛湾沿岸居民,在漏油事件被制止之前,局势会进一步恶化。